大家好 大家好 文叔啊 咱们的跑山珠场地啊 今天我开了快一个万小时 才开到这里 人都是晕的 今天跟大家拍个什么视频呢 就是我们回家搞农业的这几年 还有羊跑山珠的这几年的 这个心得吧 这边有两条提早活来的 等这个凉下去了 等这个凉下去就到了那个河高子边上 那下面就可以和水啊这些 但是人下不去 然后还有一部块珠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这里面 大不对啊 大概在这里 这里才是他们的脑巢 这个前方有一块比较大的平地 你看这个白白色里面是其实是带着花纹的 从大凉山上面 把这些猪换回来 就好了 你看这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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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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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说有50多头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上架的 然后 加上这个 加上我们后面所有厂的猪到现在我在店铺里面上架的数据 应该也就是个 100多头的猪吧 然后呢现在我们这个猪厂里面呢 墨鞋成了的话也也也就是120头左右 然后里面这个石头母猪还包括在里面的啊 啊就是 做了这个两天时间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到底是赚是亏呢 啊 也由大家说了算 啊我呢现在决定是这个猪是不想再养下去的 啊 当然这个事情呢我还没有跟文手讲 啊我觉得 的 就是 再怎么样 啊我想到时候给文说一笔钱 呃 也不枉他对我这个这两年时间的 对吧 对吧这种 为我养好肉头猪 信息苦苦的付出吧 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那边 刚刚才寄了一个母猪 母猪袋的 啊 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心 没有心思 没有精力 啊在好好的 这个 面对大家 再好好的把它给养下去 把它给做好 我真的 已经很很累很累了 啊 这个视频呢 不是为了引流 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啊 我期待 我们国家呢能够对网络暴力能够尽快的 立法 啊 然后呢在这个互联网加持的 时代 啊 让更多的 我们的杀戮人呢 能够 在自己的家乡 做 更多的事情 啊 真心化 当然我也会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诚心振作起来 啊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 啊 认为可以做的事情 我是王胖 啊 感谢大家 我们这期视频的话 拍的简单一点吧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